当然我们可以有时间去大自然里面 我们除了鞋在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这么繁忙的时候 其实现在市面上已经是有一些接地器的产品 在我们的健康店 这里有很多的客人买了回去家里 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这个接地器的治疗 接地器的产品可以在我们陆创意的健康店 可以买到的了 联络电话是28824848 以下节目内容 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提出一些具体性的解决方法 还有建议我们每一个人 在这种情况之下 其实可以做些什么事呢 简单来说 如果你是当时人的话 在当时的处境之下 你自己会怎样处理这个问题呢 今天我们都达到2008年1月2日 我们2008年第一次开麦就跟大家做这个节目 最近这个是上演的事 大概是29日 中国人大就有点对我们香港普选有点决定 我们今天讨论就说 如果香港是不是需要有普选 香港才会更加好呢 因为这个普选都是香港人大部分人追求 很多政党 好像政治的人物 很多时候是将它的重点 都是为香港人争取普选的 其实过去我们经常都说 普选的问题 那个决定性 其实就不是说香港人准备好了 其实我经常都觉得整个问题就是说 中国是准备好了 因为始终香港的发生什么事都好 对中国其实是有很直接的影响的 当然我们希望大家有兴趣可以和我们通电话 我们的二线电话是21341134 或者可以用ICQ 就是439457249 电话号码是21341134 ICQ号码是439457249 很高兴今天又有黄岳然和李永康 和大家一起谈一下这个情况 因为当传媒报纸讲迁这件事的时候 我又刚刚还没回香港 或者可以不可以黄岳然先告诉你 到底他们的决定是什么呢 我我我我我我我刚才就是简单的看看 那似乎他们好像都OK 啊 虽然就那个2012年呢 就太早了 那样就是说明这个时间 就这个时间就我们还不可以做 进行任何的改变了 那但是到2017年呢 就我们是可以哦 那我表面看这个资料呢 就好像说呢 就好像说呢 暂时2012年就不要了 太早了 那但是2017年呢 那我们可以呢 是进行这方面的过程 那也都需要 就是香港的立法 立法局要和香港政府要提出一个方案 这样就再给人大作最后的决定 那这个呢 就我看很多的 起码政府的反应 都是这样的 这样的 去了解他 那就是 那就是 我们起码有个时间表达 那 到底情况是不是这样呢 或者黄岳然 可不可以再和我们 深入点分析一下呢 背后有些什么的问题 啊 这个很长啊 是 医生你刚刚回来 是 就是这样看下去 是 那 你都觉得 就是好像 好像可以 好像可以啊 好像可以啊 但是 多数香港人都可能收到同一个讯息 觉得好像 好像迟了些 但是又可以啊 这样 又有时间表 你们叫了几年 又有时间表 就应该搞定啦 嗯 其他就是 枝节问题啦 是吧 再说两句话 你为什么不相信 这个中央 不给你 不给你 现在给你 你又不相信 你真的想怎么办 就是普遍 就是 这些我觉得都是 就是 他整套东西 丢出来之前 其实他想了 想了 现在很进步的 嗯 就是觉得 你们的反应是这样 他应对 都准备好了 是吧 是吧 那 医生 其实这个节目第三年了 是不是 真的不觉不觉啊 那么久了吗 第三年了 进入 06 07 08 现在是08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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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前后三年了 是呀 不是过了多少年了 是呀 那过了多少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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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呀 争取了很多年了 二十年了 不知 八十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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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年代 到来 大大来说 近三 少来说 都过了二十年了 八六年第一次有选举 即是第一次有間選的立法會議員,即是之前全國委任 如果計算之前的壓力團體就更加久了 香港那些就是民間的會動,爭取社會改變,民主的前期 即是真的開始有選舉的,也有很久,60年代已經開始有選舉 即是將民主擺上場面,應該是中英談判開始的 你說有沒有民主,為何這麼久? 我們做節目都不覺得,民主真的過了20年 那時候大家都很年輕,但現在已經是中年了 我們要好好保持自然療法,不然就看不到 講講現在多少年後,2020,相信他都要13年後 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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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即是立法會都民選了,足足12、3年後 不是那麼容易等於12、3年 香港人的平均人壽,男士就78.6至78.4 女士就82.4 曾經是第二最長壽的 所以這樣計算吧,大家平均來說,哪個人還可以看到呢? 李慶明等不到,陳方新,明年七壽,羅瓣,羅瓣,羅瓣 等到嗎? 她扮演,即是女士就82.4 當她勉勉強強,是吧? 勉勉強強等到,如果有的話,其實為何要這麼久? 全世界那麼多,不是很多國家還要等民主嗎? 大部分已經是民選的政府 其他國家民主化要多久? 即是反殖,戰後初期,東方的殖民地,美洲、非洲 即是独立的,即是獨立潮在戰後開始 我們記得,全部都是一年兩年三年 總之幾年間就全部變成民主國家 當然現在還有很多問題大,是吧? 白芝山現在還在殺人,是吧? 但是你說,要將它一變,變成民主呢? 那幾年就可以很快 可以很快 其他國家是很快 可以很快 但是現在我們,由我們很有思想準備的 二十五六年前,二十五六年前開始 到現在,竟然還是一半一半 其實一半都未到 立法一半而已 那你叫特首不是就不是 即是行政不是 那現在說十年後,可能,可以嗎?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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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生,你怎麼理解可以這個字? 即是中文的意思 可以,可以 可以出現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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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碼在國安時,不會像2012年那樣 是說你不可以嗎? 不可以 不可以 可以就等於不可以的相反 即是現在不行,到時可以 即是我老公說很簡單的字眼上 我是這樣看的 即是現在會距離 到時距離 可以 即是現在不行,到時可以 即是進步了 好似是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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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最糟的是 跌入這個 這樣的 其實基本上是錯誤的邏輯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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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即可以不可以 即是 即是 你說 人台 然後問她 你可不可以 告明 還可以 會否實行 就可以 Fate 延期 實行直選 香港 然後她會怎麼回答 即是 如果她 沒有人很問 沒有人過她 我也不明白怎麼會是 当然有人问,但他的标准答案就是要你香港人拿上来 我明白,我看他的资料,他说到时要你香港人自己要同意才行 要三分二才通过 如果你自己不通过,我说可以也没用 要特首同意,然后拿上来,我就改变他 我最后同意,忽然间他就变成最后那一关 但是现在,07-08年普选叫到拆天 然后谁说不行,由最后那一关变成第一关 是人大,04年那时释法,不可以在07-08年普选 现在他也说明,2012年不可以普选 这是他说的,他是第一关,我说不行就不行 从他来说是否这样 那最后都是他说的,不如早点告诉你 是的,但你明白,分别就是,当你说 好了,你说2012年不可以,我要去2017 他又说,不是,你搞定我才要立头 是不是调转了罗兽 即是如果你说,我要实行 但是他现在的做法是,如果你香港当时立法局 即是未曾搞得到一个方案,是大家接受到的 那你说要杀人都不能杀人 就是说,如果我说,我们要实行 如果到时你们,即是,实行有个过程 过程需要你们通过,你有一个方案,提出一个方案 这个方案是香港人接受的 那接着呢,当然了,中国大陆也要设计 那才会出现的 那即是,如果我跟他说,我要实行 那样,他就要硬叫你做 如果到时你香港人说不要做的话 即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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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 即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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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 你一说不行,香港人不能做,香港人说我们说行,你不行,我们都没意思,我们就不用谈 他不是转转的,他说可以,不过你们都要谈的 他就不是说我说行,你们一定不会反对 他就问你,我说行,你们说行不行 为什么这样呢?因为还有人会说不行 他还有一着 当然他前了半步,前了少少,放多一堆,但他最后的关没放到 现在2017行不行,不是可以 是可以不可以 只要有人说不行就不行,用什么容易 三分一人说不行,立法会完就不行 而如果立法会不改变比例,还有一半是高能选举产生的 那半人肯不肯自杀呢? 那半人肯不肯自杀呢? 即是说我现在通过方案,几年后都取消了高能选举施举 自己的位置都没有了 工商界那些,甜什么不是 不就是类似的,那些商家,他本来的商会算一个 没有的了,几年后,我们拒消了,他要同意 他也可以说,我们将议员的数字增加多些 他的比例不是一半一半 他认为当他现在二十,其他可能四十或六十是普选 其实都可以的,有很多地方的议员是很多的 这个释法已经说,他现在这个决议,决议有法律效力,是宪制上法律效力 说明二零一二的比例不变 二零一二的比例就决定二零一七的选举 也决定二零二零的选举 因为由那一届的立法会议员去通过 即是说,当时的议员就要能够犧牲自己的精神 你要假设,这些保守的,吃紧政治午餐,免费午餐的人 肯不要,是这么伟大,突然间 那麽呢,阿爺背后要游说他们不要 或者不要游说他们去反对 可以游说他们反对 说了你都不知道 吃饭喝茶就可以了 不要通过他,你又不行,我又不行,大家都不行 现在这样几好 或者这个方案很保守的 一七普选,限制他一个人选择,两个人选择 又或者民主派最多你都能找到10-20%的选委投票 因为要有个委员会选择 现在的委员会是做选举 第二个委员会跟基本派有的委员会去决定提名 那你要委员会里面多少人提名你呢 那现在拿提名是100个 即800个人里面有100个 勉勉强强梁家杰有百多个 可以入场,有入场券 那他将来说200个才行 四分之一,稳定点 不要太多闭嘰救人 不要走些河内,萧思江那些人出来 那200个才行 那不是,河内没来 你说两个可能河内走出来 但是200个的时候,河内来不到 梁家杰都来不到 那便好了 他只是安排了叶楼素儿和曾荫权 你选吧 那两个都可以选一个 你选一个,直选吧 那是不是民主? 是选举,不过不是民主 是 即是现在的安排就是 到时就会 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 我详细有没有看 他有没有改不改 是不会改 你是应该看不到的 哦 他不能设计 因为基本法没有说 选举方法是怎样的 这个就是你香港自己立法的 那怎样立法呢 即是香港的政制如何呢 详细情况 就香港自己去搞定 那好吧 那起码都有一个空间 给你去构思 怎样做 即是他不是说 现在的方法 你刚才说过 假设的情况 不一定会出现 因为你是可以 想一个方案 或者当时的 在常的立法的语言 都认为OK的 他愿意的 那这样 即是都可以做到 是吧 但是最后 即是决定任何方案 现在都是有一班 很保守 记得利益的人去决定 不是我理他 那这班人 不会牺牲自己的利益 他为了你的利益 他为了我的利益 他去牺牲自己呢 我 我就是小人之心 一定不会 嗯 李先生 这个不是小人之心 这个是历史发生的 不过 那些人不看历史 1988年 那时候还是英国老馆 香港是差八八直选 我们都记得了 八八直选 吵得很紧 民意是支持的 那些没有强调的民意 但是起码 说得很好 开始有直选 起码引入 如果八八年有三分之一 九一年 我们已经是一半以上了 其实我们九一年可以去完 当时英国人很野心 可能一届两届就算了 全都交出来 但是八八年他就渴停了 渴停 渴停 渴不了英国人 但他渴到香港人出来反对 当年很多 罗肯瑞 梁振英 都跑出来 全部出来反对八八直选 反对这么多直选以直 他们扔了很多方案 很古怪 当时他们扔的方案 最多都是三分之一直选 其他要 他们要 工商界做出来 有个方案 有很多方案 他们的方案原部 当然是离京叛道 我们现在来看科斯二 但科斯二是可以再发生的 到时他们出来 那你怎样阻止他们呢 就是在宪政上他们有权 现在已经是给了他们权 你知道人大副主任 现在香港九成的入息 是在功能团体的人 贡献出来的 生产是那班人 所以他说那班人的利益 应该是保护的 说了 早两天 张庆明 当然 这个数字游戏 每个人做事 你就在功能团体里面 你是做教师 你是做律师 做任何专业 都有一个 好了 这些人 他说如果这样 其实已经暗示 可能保留功能团体的 功能团体算举 他那里可能持有关卡 永远不会去到真正的直选 实质上是做不到这个效果 是的 是的 其他方面有些 其他方面有些 那原来 你这么说 如果有九成 如果九成也是 普选和普选一样 反而也是 普选也是 普选也是 普选 普选我们 全世界都有共同标准 普及平等 一人一票 不是一人一票 而票价值是相等 大家都是有一票 而那一票的力量是相等的 功能团体就不是 在功能组别里面 是 你可以想到 如果说 他们 现在 说着说着 有些古怪的说法 就是说 功能团体也是普选 你就是把概念扭曲 重新定义 用这些方法 你有一段时间都搞不定 他都不能清清楚 一随定音 告诉你 07年 一人一票选特首 你说怎么选 全世界有很多版 最多 门槛高 意思 你百分之十的选民提名 百分之五的代道数 比如你总统选 你有一百万选民 一千万选民 那你有十分一人 不用五个% 有五十万人签名 就可以了 那你就在街上 你拿到几个%的选民支持你 你就可以去做候选人 应该是这样的 即是他那个门槛 只是阻止古怪怪的人 他不是一个变相否决 一定是这样的 全世界都有标准 是吧 你很简单 你承诺就可以了 但他不是承诺 现在不承诺 但他也没有说 那种方法不会让你这样做 他也没有说明是不行的 我所表面看到 你到时要想的方案 大家去接受 你曾经所说的方案 比如世界不同地方 有不同的做法 或者采用其他一种 如果大家承认共识 都可以 我们都愿意接受 其实都可能发生 可能 医生 这个就是你的良好意愿 你信不信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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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说 好像我这样 我猜死你 又好像八二十年前 搞那样 搞那样 搞他 他一句问 你不信我 不信我 有什么好说 那就不用说 你一问香港人 你不信 那一天他粗解国官人 你来他什么好 你当然要信 你不信 那就是没得好说 那就是没得好说 他就贏了 第一不应该看得太简单 第二不应该看得太简单 第二不应该看得太简单 没可能说 已经解决了 为什么呢 其实那个逻辑 我今天写了一篇文 其实很简单 如果他说 我真的有心给你 不过你相信我 如果是的话 2017可以 为什么2012不行 他有理由 他已经说了 吸 循序战进 我们不可以那么快 一步到位又不行 这些理由 你相信他 那就是这些理由 他稳固 小心 没罪 但如果我不相信他 我立刻可以看到一个很简单的理由 2012得 立刻就要说 即特首怎么选 是吧 如果你认为不选 现在要说 然后明年 不是明年 而今年的选举 选举 就立刻放入议题 很简单 很简单 一两个个个例子 多少人组成选举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 好 800人 你不要理他 十分一的人同意 就应该做候选人 两三个简单 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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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半个钟就说完 是否合理 全世界都是这样 合理 搞定 那就解決了 当然不行 很多事情在他控制不了 立刻已经控制不了 2012不知什么事 变成特首直选 现在呢 现在能控制到吗 没有说你能控制到 不过现在要不需要那么快的决定 不用 2017才搞 什么时候落实了 2015也不迟 他给你这件事 八年后 阿哥 为什么现在这么紧张 这几个月要谈 你不能放进去做直选议题 你放进去都没问题 大家先答应 反正八年后才决定 是吧 有什么分别 分别就是 立刻决定一件事 和八年后才决定一件事 八年后慢慢玩都不迟 八年后可能民主派都老的老 丑民爆的 死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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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都换了民建联 那些 他已经拿了直选七八成的议席 那他就开放了也不要紧 在他来说 是吧 即是你民主派发展了二十年 现在是一个不可退代的势力 这个势力 在过去几年还是膨胀 很有力的 是吧 如果你说在政权的立场 直选的势力是他能控制到的 他开放就没问题 如果不是 他就不开放了 其实你看看所有东南海国家 离不开这个现象 是 有很多国家是有直选的 新加坡有没有 有 他怕不怕 他怎么会怕 他从来都控制了 选完是 选来选他自己 他就开放了 如果反过来不是 那你都不知什么事 李刚义都强韧 他不知什么事 很多国家都是 就是 与政党制 日本也是 其实 他没有大改变 他永远都是一个党执政 日本也是这样 永远都是自民党 战后到现在好像是一次 穿山富士 那个是社会党 就是联合政府 但是大多数时间都是一党独大的 政治这些是one party politics one party politics一定很安全 开放给你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 为什么会出现one party politics 整个环境是做到 只有一个政党的独大的情况 你开放什么都没有问题 当然你说 我到时就出现 好像当经济学 穿白文那些理论 我自然有些新人走出来 自然有些东西 是不是呢 是不是到时才知道 但是你其实是行不行 因为如果你好像新加坡 执政党控制一切的时候 你稍微有些东西 动一下 他都会按下去 可以令到你完全起不了 起不了势力 那绝对安全 我相信 他到时才会开放 他有办法控制政治环境 才会开放所有民主 现在的金天体 是悲观的了 我是在想一国一制 不需要再想 香港发展民主 一国两制 真的好到有西方社会 那种民主制度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希望的 香港 听你刚才的分析 其他轮延国家 日本、新加坡 我都认为 我们经常都以为是民主 但你说其实都不是的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之下 如果香港真的 好像发展到新加坡 日本的情况 其实人家的国家都是这样的 接受了 发生在香港的时候 都不是那么差 嗯 可不可以这样说 是不是好像 有些说美国都是 美国都是两个大党 有些人都认为 都不是那么普遍 两党政治 就是经典 英国和美国 澳洲 很多国家都是 不是很多党 澳洲 例如巴勒大也是 是吧 类似 其实都不一定 经典是两个 但是 当然 这两个也还有很多问题 说是否民主 但如果你说 一党独大的情况之下 那种是否民主 即是有没有制衡 那这当然会变成理论问题 变成理论问题 但是 当然 如果香港有一个 一党独大的局面 那其实一定是 没有问题的开放 是吧 现在就是怕不是 未来的几年 会不会呢 暂时我们看到 如果现在开放 哪些人最大得益者呢 民主派 还是民主派 是吧 如果是这样的局面 我觉得你就 反过去想 反过去思维 就不会开放 即2017也是不会开放 即如果2011 选出来的是梁家杰 就不会开放 如果他发展一个制度 令到他选出来的人 他安心 那他就会开放 或者整个游戏 只是他安心的人 才选到 那他就会有了 那他就会给你了 我估计大多数的情况 2017 那个特首选举 就是这样的情况 好 好了 大家想想 大家想想这个问题 休息 几分钟 我们再继续 哎呀 你轮转你 风湿骨痛 好辛苦啊 奶奶 我刚刚买了一个 最新科技的 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缓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风湿骨痛了 哇 那么好啊 那就买多个 分享一下给二婆吧 太空小凌晶 可以在六创二健康店买到 电话288248400 网址是www.halthshop.com.hk 好了 那我们就回来继续 我们今天的讨论的题目 那就是 是不是有了普选呢 香港会更加好 那这个 就是我们 我们有一种假设 是吧 为什么我们经常争取普选呢 那我们假设就是 如果没有普选 香港呢 很多事情都做不到的 那所以一定 就什么都好 就有普选才说 那其实 现在整个政治气候都是这样的 那好了 那第一就是 我就看一下 就是 起码在表面 就是我纳到表面资料 那一般的人去看 那觉得好像可以了 那有个时间表 那虽然暂时不行 那很多东西都会 吞后一点 再详细来证 那我原来 在这方面 真的很知道细节的 那他说 其实呢 就不是那么简单的 那他最重要 你刚才说出几个例子 譬如你说好像新加坡 或者好像日本那样 那做出的局面 其实都是一党执政的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即是你既然是这样的话 新加坡也是这样 那我都接受了 日本也是这样 我都接受了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我为什么不能接受 那中国到时控制的局面 都是一党执政呢 那我都接受到新加坡了 我都没有人说他 即是如果你接受 那不如叫共产党管香港 就行了 十亿人都管得这么顺利 管得几百个 湿湿碎 派少少精英 就管得很好 我觉得也是 我做了薄熙来 这么多人 这么多精英国内 派几个人来 做了薄熙来 那就最好了 但其实你说 我不知道日本也是这样 适合某程度上 但在日本 因为他战后 取消了天皇制 他照抄英美 混合了两两个 就是整了制度出来 战后几十年 他的文化仍然是一党独大 他很强 他没有变得 但他起码制度是自由的 任何人都可以搞政治 新加坡就不是了 新加坡 即是你交了给李光耀 他由他控制大局之后 他有很多方法令到反对党 是没法移动到的 即是你稍微大一点 就被他针对得很重要 那些律师 就告到他破产 他有很多方法迫害 那些二级人士 他说 我个个人都是选出来的 你想想 现在只有一两席 多个人都不会的 反对反在议会上 是一席到两席 他绝对不可以给你多一两席以上 香港比他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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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没有人认为 是新加坡民主国 他管得很好 他很成功 但他所谓的威权政治 以及政治的纯洁度 社会的声音单元 这个没有人喜欢 很多香港人不喜欢移民去新加坡 都是因为这样 我认为他太关键 这个太闷了 是的 就是下雨 香港吵吵吵吵 有很多其他原因 我可以解释 香港人不喜欢去新加坡 很奇怪 他有多繁荣 他有身份水准很好 有些专业民事 但香港人如果惯了 香港那种自由气氛 是很不舒服的 我经常都很强调 香港人一向这么多年来 都没有什么真真正正的 选举民主的实质上 是没有什么的 我记得在不同的程度上 我有一些人跟他们谈的 尤其是很多的士司机 他们有很多意见 有一些短短的路程里 他会说很多话给我听 其中我有一次听到 他说现在民主派的人 每次争取民主 以前在英国政府的时候 从来没有见过 你又不见过他这么说 我认为很多民意民建 那种说法 你差什么 以前你在政府做的时候 从来没有见过 你说一声 现在你就懶得要民主 就骂他们 我想了一下 其实也不是很公道 因为当时 如果在英国政府统治之下 你说要民主 那你肯定要讲独立 那怎么独立呢 因为有这么小的地方 有中国在那裡 整个气候 不是这样的譬喻 不是一个正确的譬喻 当时的环境和现在 现在的争取是正常的 是合理的 不能说他以前从来没有争取 现在都不应该争取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样 因为其实我们的正题就是这样 是不是有了普选 香港会更加好呢 那些可以答到这些问题 不是 我可以答到的 是 我如果有一个民主制度 有一个普选制度 社会是较为合理 但我自己的看法 就不会更好的 社会 较为合理一点 是 因为很多人会用台湾的例子 以前我们也来听社会论坛 社运团体 社运团体 社运团体很多历史 比如公盟 那些人是六年代出来争 做了几十年 争这些事情争了几十年 以前是压力团体 现在是社运团体 他们的经验是从哪里学回来的 如果他们说有些新的花样 是从民主国家学回来的 就是人家社会运动 70年代 德国 新社会主义 新社会运动 那些什么 人家过了期 那些 7年代人家发展了 7年代人家肯定是民主国家 从来都是民主国家 现在很多东西在美国 韩国学回来 人家已经民主化了 为什么还学人家这么多东西 人家比你更先进 就是说人家的社会运动 是先进过你 很多东西是人家抗争 那你说 他不是民主了 小鬼抗争吗 大家打人去投票 当然不是 人家的社会 在有了民主之后 还要各个层次都要改善 很多东西还要争 社会运动和民主分开 两回事 社会好不好 和民主有没有关系 新加坡的社会 福利和生育水平很高 是吧 巴基斯坦民主 经常流血头窮 印度那些 菲律宾 那会给你很多例子 就是让你了解到 两回事 所以是两回事 就是社会好不好 是你的社会运动好不好 民间社会发展好不好 这个才是重要的 这个好不好是靠那方面 是整个社会的质量好不好 而不是只靠选举的 这个我回答了 即是我们香港最成功的时代 是没有民主的时代 经济发展飞起的时候 没有民主的时代 现在我们的祖国也是 还没有发展民主 发展民主是现代化之后 事实给你看到 可能没有现在经济发展得那么快 因为多生涯 缺策慢了很多 但是你是不是这样 就不发展民主呢 即是不应该反过 如果你说有些软件 这样来说 你看东西是阔的 你民主一定是要按时代去进展 但是你说 是不是社会更好呢 就是两个问题 但不是等于社会更好 你就不用发展民主 因为我也听过 在中国 有时候说起 中国有发展民主 很多在中国大陆那些人 都说 你中国实实的地方 就是太大 即是很难 有现在这样的情况 是一个政府可以控制 一旦发展民主 就会很乱 即是他们给我的印象 其实中国大陆 很多人都认为 中国是未曾 即是未曾准备好的 他们是不应该会有的 如果有的话 中国会更加难搞 会更加问题多 即是这个我听过 即是他们很多 在里面那些人 这个是长期的主流声音 其实是没有验证过的 是 你怎么知道 因为那种东西你没有试过 是 即是如果你说 吃丸仔不好的 最好的人 都是吃过的那些人说 是 你不可能你说 他不好 可能吃了很健康 是吧 即是你吃过你才能说得到 现在就是了 现在 你中国的情况 就是根本 由官方 由民间 其实统一了 声音很久 我看的理由 主要是 中国的经济发展得很快 那些人觉得是 發展了经济先 普遍是共识 国民共识 所以大家都不覺得那裡那麼急,管治是進步了 但你說是不是一個必然的呢?沒有,其實沒有必然 因為另一件事沒有驗證過,可能經濟發展民主更快 但每個人都說一定是正確的,沒有人敢去試 試有冒險,不試,做開這樣做就沒有冒險 正常,香港以前也是的,直民地時代 沒有人提議,說政治,說都不對,搞政治,說政治都不好,賺錢第一 社會文化的氣氛是這樣的 為什麼突然說呢? 穩定繁榮,經常都很強調,我們現在要追求穩定繁榮 二十年前是不說的,突然開始說,說了二十年,說到熱了 現在好像生命的第一位,爭民主,這是錯的 你改革的社會和民主是兩回事 你不能因為有了民主選舉,你就不爭取社會改革 現在民主比以前好,但社會是否合理呢? 我覺得不是的,基本上不是的 因為民間社會發展是差的 過去十年你看到的,人們言論之後還差了 那些人是民粹了,民主的進程是進步了 多於以前的,但你覺得是差了 經濟是差了,是不是? 經濟是差了 經濟是差了 經濟差,如果是從數字上來看是否差 但反而我看到香港很大的問題 第一就是香港經濟的多元性就差了很多 如果我們比對十多二十年前 你看看身邊的人從事的行業 現在都很單一化 你根本看到他們的樣子,你猜到他們在做什麼行業 但現在來說真的很單一化 還有一些行業來說,譬如IT來說 香港有一些牌子搞得很厲害,很輕鬆 突然之間都被沉浸 那我覺得是這樣,Siniccone Valley的問題 但沉浸之後,現在看香港來看 看不到它會重新升 現在令人最擔心香港經濟的就是 沒有了一些新的職位,新的行業 因為社會好像一個機體一樣去增長 我看不到香港有什麼增長的出路 而看不到增長的出路就是因為 現在香港這麼多人 政制實在花太多時間在政制上 或者政制在控制經濟太厲害的時候 因為很多,譬如專利權 很多行業都是由一大群人 一小撮人去控制,令到新興的行業很難起 這反而是香港最需要急切去解決問題 為什麼這麼多人都覺得真的要民主呢? 因為他們心目中都知道 誰做特首,誰做議員都不關他的事 但是他們希望一些香港社會 比較公平一些,能夠開放一個機會 給一些小商人去發展經濟 其實對於普羅市民來說 最重要的不是誰做特首,誰做議員,誰做什麼官 最重要的是我自己可以安居樂業 如果你這樣說的話 好像現在中國都是這樣的口號 穩定繁榮為先 政治的爭拗就應該可以放在一邊 如果剛才王岸議員都說 其實我們都不可以說 有一個普選之後香港會更好 可能很大機會會更多爭拗 我們香港更好大行動 經常都會說 令到香港更好 那是否關注不好發展民主呢? 絕對不是 這個事實 醫生你都入了腦 絕對不是 你應該說是呀 為什麼你突然這麼快玩 絕對不是 從頭到尾 我們都認為民主是要爭取的 但是從頭到尾 我都認為香港的民主 那個關鍵就不關香港事的 關鍵是關中國的 即是我覺得 如果我們慢慢在這裏 浪費很多精神時間去搞這件事 而最後那個決定的影響力 即是誰是否準備好呢? 是不關香港人事的 是中國是否準備好 那既然如果到頭來 都不是我們的控制範圍之外 那我們花那麼多精神下去 而我亦都認為 普選和香港 可以說是兩件事的 即是有些普選 不是香港會一定帶動香港好 沒有普選 又不是一定香港會更差 即是如果我們都認同這件事的話 我覺得即是 我們認命 即是我們 現在給了我們這麼多 我們怎樣去改他們呢? 我們改不到他們 即是他們要看他們怎樣發展 中國的命運怎樣 將來會怎樣發展 是否經濟發展之後 會真正開放呢? 剛才你聽黃岩言所說 其實又好像不是 譬如日本經濟發展得這麼好 你剛才分析 日本的政黨都是很單一化的 新加坡普遍來說 經濟發展很好 政治方面也是很單一化 如果事實上是這樣的話 而整個普不普選問題 不是香港人控制的話 是否應該把我們的精神時間 做一些事令到香港更好 那是否包括一定要普選會好呢? 我覺得如果大家都認為 是不一定 而最主要的話 其實都不是我們控制在內的 我們再去為了這件事 而放置香港其他應該發展的事 好像民運方面的 改善香港的民生 其實這件事我覺得 大家有普選都未必做得到的 既然是這樣的話 我們真的不要再浪費這麼多時間 認了這個情況是這樣的 我們只是看看 中國將來如何發展 到中國準備好的時候 我們香港就有了 但是香港好不好 既然都不是關鍵的 決定性都不在那裡的話 我們最終的目的是 希望香港好 我們爭取民主 目的就想著 有民主之下的社會更好 我們的目的就是這樣 如果我們都覺得 都不一定的 香港現在的環境 都未必會這樣發生 而你剛才說的例子 我以前都沒有想過 我們的新加坡都是這樣 其實既然是這樣的話 如果是這樣的話 有沒有民主 是否一定要 就是 香港好不好 跟民主是不是 直接是一定的 那個因果的關係 但是你要想清楚 雖然不是直接因果的關係 但是是非常大的關係 如果沒有民主的話 香港的社會 現在再繼續保持十年 二十年 都是由這班老人家 或者多少利益的控制 香港我們知道 一定不會再好 我們香港更好大行動 這個很肯定 整天都很強調 這個問題 不是說要經過普選民主 去改香港 其實我們香港 每一個人 是可以做一些事情 是可以影響現時發生的事情 還有一件事 你想清楚 就是現在 為何這班人 既得利益者 他們不去進步 我不需要進步 我不需要進步 都可以繼續我控制 我的權力 只要我 譬如他維持他的關係 維持他的利益 就行了 他不需要進步 譬如現在我們乘搭巴士 他不需要做巴士 再好些 或者服務再好些 為何要做這麼好 要投資時間 是否去做好 其實我們香港人 可以做些事情 令他做得好 我認為他不好 我們可以做些事情 那我要做的事情 不是要經過普選 才可以做得到 我經常想大家了解 其實我們可以改善香港 現時的民生情況 而要做這件事 可以說 有沒有普選和沒有普選 其實關係不太大 即是你說 我要做好香港 那是否一定要有普選 才可以做好香港 我相信大家都認為不是 但是你要想一件事 就是 如果有了普選 或者比較公平的選舉 不要說普選 那麼高調 比較公平的選舉 對一個市民來說 這是最廉價 最容易 以及比較不需要付出的方法 最公平的社會 就是我們自己去做些事情 現在最不公平的地方 我們普選 普選找一個人來 找他做事 做不到就叫他下台 這個就是我們過去這麼多民主社會 全世界的民主不成功的地方 就是這樣 因為我們經常要公平公平 公平 公平最公平 你自己做事 不是找一個人上去做事 他做不到就叫他下台 全世界都走這條路 所以為何這麼多人 會說出很多壞的例子 民主的國家根本做不到事 就是根本真正真正有下的民主 不是選舉的民主 真正有下的民主 是參與民主 香港有這個自由度 是讓你做的 我們沒有去做的 沒有人會告訴你 如果你發現地鐵的收法有問題 那你就會出聲 其實最重要是來出聲 不是最重要是說 有一個人選舉 就走出去 叫他去做事 整個普選的背後的意念 就是香港人懶惰 自己不肯做事 叫別人去做事 只想著別人會幫你做 所以 香港不會好就是這個原因 所以為何普選的關鍵 如果我們能夠了解這件事 我們真的不用這麼有普選 因為真真正正的搞香港 不是普選 是我們香港人自己努力做小小事 走出一步 有機會出一句聲 這個社會隨時都可以改 全世界民主不成功的地方 你都可以改成成功 我經常很強調 香港出來香港搞大行動 經常強調 很多事情是你自己做的 你不用叫別人做 普選就經常叫別人幫你做事 所以如果我平氣了這種念頭 香港就有希望 所以香港的希望 我覺得真的不是這個 有沒有普選 剛才大家都分析過 大家都說有普選 香港是不是會更好 大家都認為都不一定 所以我覺得 既然那個普不普選的問題 不是香港人決定的 我覺得不是香港人決定的 根本是中國決定的 中國ready就有 中國未ready就沒有 怎樣令中國ready呢 我不知道 但我起碼知道 我們香港人可以做很多事情 其實我是同意你九成五以上 但是有一個基本上 其實你自己答了的問題 你每個人做些事 社會更好 其中包括有民主 現在香港沒有民主 就是每個人靠政治明星去做事 其實為什麼要普選出來呢 其實背後的意念 都是希望找一個更好的人代表他 我覺得整天背後的意念都是一樣的 不是 還有一樣 就是我有權決定誰代表我 但你更加有權決定 就是你做些事改社會 醫生 醫生 民主為什麼要找一個代表呢 這是歷史理由 因為以前的政府是一個首都 你不是選個人 叫人去首都做事 你自己參與不了 但這次當然不是 未來的社會不是 是的 很多理論家都說 將來的社會 好像回到股亞典一樣 是個個人直接決定 整個社會政策 整個政府政策 每一件事都可以是投票 有了電腦之後 其實已經可以了 所有大決策都是投票 其實應該是這樣 向這個方向發展 我記得在七年年代 在美國 但醫生 那不是等於不應該有民主的制度 絕對不是 只是那個意義是不同了 沒錯 直接民主 其實我從頭到尾都爭取 每次遊行 我基本上都是出去的 大家不要誤會 我不爭取 我相信我比大部分人爭取更加熱烈 基本上每次都可以出去的 所以問題就是 我們不要那麼灰 不要覺得死了 又沒有了 我們就要等幾年之後才做事 我覺得其實不是的 每個時刻都可以做到事 我最近幾個月前 遇到一個瑞士的女士 她在香港居住了很多年 她原來的家裡 她的兄弟是一個銀行家 即是幾富庶 她當時就說起李柱銘 她說 李柱銘其實是利用民主 爭取政治的本錢 她說很奇怪 我不會有一個外籍人士 對李柱銘的印象 為什麼會這樣說 她說 其實香港人的民主 是還未準備好 她這樣說 什麼意思 香港人的民主還未準備好 她說 你看看瑞士 瑞士是一個全部民主的國家 其實根本瑞士的民主 真知人參與是很少的 她給了一些例子 她說 例如市鎮要做一個project 她可能應該有五千人可以去參加 她在一個hall meeting裡面 真是那些townhall meeting 真是一個參與民主 出現的人 真是三隻四隻 她說 你看看 一個瑞士這樣的先進的國家 民主都這麼差 都這麼不成熟 那些人根本都是不抽不彩的 那何方香港 她這麼說 第一 我不知道原來瑞士人 對政治這麼濫淡 參與性這麼低 我問她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 這麼先進民的國家 會這樣呢 她說 真真正正要做一個民主 參與民主 其實也要做很多功課 譬如我們說 要見一個 某個交通的特別基建 那你決定之前 你應該要了解 這個基建 會有什麼影響 多少錢 誰做 大部分人根本沒有這樣的能力 太懶了 你要做參與民主 其實你真的要做很多功課 那你又不可以說人懶 很簡單的例子 譬如你住一間屋 你住一間屋 就是業主立案法團 都是小貓三隻去參與的 好啦 好啦 如果 你住一間屋 如果我們用業主立案法團的經驗 我可以這樣說 如果你從那裡去看 香港人絕對是未成準備的 現在不是 未成準備 不是 是誰卑鄉 香港 即是你那個朋友 是看了一面 沒有看另一面 如果要這樣舉 我舉個更好的例子 你聽吧 英國的選舉 三十幾個百分比 美國都是 總統選舉 美國都是很低的 香港五六十個百分比 最近一次五十六個百分比 香港都不是最高 五六十個百分比 台灣總統選舉 是九成跑去投票的 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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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完全去投票 結論是什麼呢 民主越差的地方 投票率越高 你知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 英國人他不是很緊張 美國人他也不是很緊張 因為社會已經完全全製造了 制度 有誰人有少許 古惑 違反民主 自然就走得了 自然的 從政的人都知道 你選了 你不可以做任何違反 大多層議員的事 即是不可以搞古惑 反過來 在一些落後的地方 一選了他就做皇帝 他就可以亂來 所以你反過來 不等於說 你的人參與那個國家 就不是民主 剛才說 不需要怎麼參與 就是很好的地方 是很成功 因為他的制度已經建立了 如果你有事 那些人會很快走出來 英國帶罪夫人下台 你知不知道是多少人 示威 反對人頭稅 當時在倫敦 有萬多人 他下台了 香港五十萬人上街 他下了年多 他下台的原因是 他自動覺得太多人反對 我不是很清楚 不用整個國家出來抗議他才下台 他已經做了十幾年 紅當蕩 如日中天 但是當社會出現 有萬多人出來示威 其實整個保守黨覺得 是時候換黨灰 就這麼簡單 很多時候換來換去 大家做過一樣 但你起碼要換 他有一個更替 這個就是民主 可能他沒有大的改變 但他有一個新的氣象 新的情況出現 換的 他不會讓一個人太耐太獨裁 戴塞爾是民選的獨裁者 普遍承認 在他來講 他喜歡換幾多個國員 他的國員全部坐不到幾多年 又被他扔走了 是很獨裁的 他是很聰明 但是他很獨裁 但問題都不大 他不要過某個火位 即是一個民主國家的好處 但你是英國那些 這麼有傳統的民主 已經發展了幾百年 他才這麼有信心 所以就不等於說 一般人不理 一般人很安心 投票率很低 但都不會應該 民主國家的基礎 香港投票率更高 香港很差 台灣投票率更高 都很差 民主了 都仍是覺得很大危機 社會很大危機 這個就是未成熟的民主 但不能反過來說 不用民主 記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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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次游 我都在 不要游個錯覺 我絕對是希望爭取 但我覺得民主的局限 是很多地方看到的 這個世界 每一個人都要民主 最獨裁的那個卡斯特羅 他都跟他說他是民主 沒有人不去承認自己獨裁 你明白嗎 你曾經說過數據 其實美國也是 美國很多人投票之後 以後什麼都不問 但你也看到 其實美國很多問題 社會上有很多問題 醫療上任 彭培預算 其實是一樣的 雖然他們是一個民民國 一個大國 但其實他的問題 一樣是很嚴重 我真的希望 講出一個重點 就是 不要只靠民主 真正的民主 是我們每日 平時參與做一些事情 為社會做一些事情 每一個國家 一個小的國家 其實我自己自身出發 即是有沒有民主 民主發展到什麼階段 你都不能代替公民社會 自己去參與社會 這個我當然是完全同意的 大家千萬不要打算 欠了直選 就解決我們 我肯定就是 有了直選之後 一樣是很多問題 我們 夠時間了 好 這個題目 講不完 但其實是很簡單 經常可以 由頭到尾 香港出路的節目 香港搞的大行動 經常說來講去 如果你是當事人 你有沒有想過 你會怎樣做呢 不要只說 選一個人出去 不行 就叫他下台 有小小行叉塔賽 叫他下台 這個沒有用的 你看看台灣 大家這個整個政治氣氛 是不應該的 因為對香港是不會更加好的 OK 時間關係 下次再繼續 多謝